爆米花冠軍系列戰的關鍵第三戰 雙方都派出羊頭掛帥主頭 重越推出李維斯 對決何庫的何希 開賽兩位羊頭果然都展現相當好的壓制力 前四局雙方攻勢都是靜悄悄 來到五局上半 何庫得分的大好機會 一出局許志豐就來到三壘的得分大門口 緊接著下一棒的楊先賢 突然擺出了短棒 但是這球棒子都甩出去沒辦法碰到 三壘上提前起跑的許志豐 當然是回不去了 慘遭觸殺 重越這個Pitch Up 完全識破了何庫的強迫取分 隨後楊先賢又擊出內野滾地球 也讓這個半局成為變相的三上三下 而士氣大陣的重越 五局下半馬上展開反攻 先靠著何希連續兩個四壞球保送 無人出局就近戰了一二壘 緊接著面對接踢投球的林彥成 江建民這個短打點得不錯 投手下球自己來處理 沒想到居然發生了爆傳 讓二壘上的跑者一溜烟回到本壘 重越率先打破鴨蛋 下一棒洋炮瑪多納杜 這球游擊方向高彈跳又穿了出去 是一支安打 壘上跑著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重越再下一城 還繼續攻占一三壘 最後輪到楊帶軍 右邊方向落在界內的德州安打 幫助球隊得到第三分 重越靠著五局下半這一輪猛攻 前五局打完以3比0領先 重越嫌三分領先太少 八局下半還要追加分數 一出去滿壘的情況下 瑪多納都向上這個紅中的球 一棒拉到左外野方向平飛安打 順利送回壘上兩名跑者 下一棒楊帶軍 又補上一支帶有打點的安打 讓重越得到第五分 還沒完累 三姆斯遮棒中間方向非常深遠 歐巴 又是一支安打 重越這個半局猛攻四分 把比數拉到到七比零搖搖領先 第九局 重越洋頭李維斯 繼續在場上展現他驚人的壓制力 儘管被連續擊出安打丟掉一分 但最後面對一三壘有人的危機 成功讓打者擊出三壘方向滾地球出局 整場比賽他玩頭九局 標出七張老K 僅被敲出三支安打失一分 漂亮拿下完頭勝 靠著他完美的表現 中場重越之勢以七比一 擊敗了合庫 冠軍系列戰兩勝一敗 率先取得Tim牌優勢 我來體育新聞 消心昌張揚綜合報導